果酱是把水果、糖及酸度调节即混合后熬制而成的凝胶物质 也叫果子酱 有了果酱 可以涂在面包上面 成了果酱面包 泡到水里 成了果茶 果酱买的价格太贵 而自己制作就会相对便宜 特别是对应的季节 是印记的水果果酱 相当划算 咱平时吃完的橘子 橙子可别忙着扔掉 做成橙皮果酱那可是美味又不浪费啊 橙子 柠檬表皮抹上盐用手充分搓揉除去蜡质 再用清水仔细冲洗 用削皮刀取下表皮部分 橙子撕掉白抹取出果肉 橙皮 柠檬皮切成碎末 将橙肉 柠檬皮 白糖 冰糖依次倒入锅中混合 静置半小时之后混合果肉会出水 加入适量水与果肉持平即可 开大火一边煮一边搅拌防止糊锅 煮肺 开始冒出小泡 渐渐泡沫越来越多 转至小火挤入三分之一柠檬汁水 继续煮五分钟即可 冷却后放入冰箱冷藏 随之随许 随之随许 谢谢大家